男子成功逃出警方的围组 但幸运的是 那个就是我今天听说的 那个李警官 什么 什么呀 那个 看看我的李警官 看看我的李警官 证明神秘嫌疑犯到底是何人 他又是怎样 从警方的重重包围中逃走的呢 对此 我台记者在事后 采访了李永基警务官 此人极度危险 警方已经追查数年之久 可以确认 他是属于某黑色组织的秘密杀手 今天前来执行组织内部的灭口行动 索性在警方的压制下未能成功 我在这里呼吁广大的民众 一旦发现此人的消息 立刻通报警方 另外 由于案件尚未告破 逐多细节无法告知各位 还请见谅 虽然今天当嫌犯的侥幸逃跑 但警方已经发布通缉令 我们保证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长期待会回来 把南岛的安全还给大家 谢谢各位 你们难倒的新闻简直是一派胡言 姐姐今天我就在那个包围中心 杀了出去 看你们报道里面没有我 没有我 没有我 不过 我还跟那个李警官并肩作战 然后 他还把他的名片给我了吧 你的名片呢 我 名片不见了 哥哥 名片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不在我这儿 在你这儿吧 不在你这儿 你给我 你给我 欢迎 我出去一会儿 南岛回来见你 去吧 只要你记得打电话给李警官 让他来跟我喝酒 你照顾好我朋友 怎么了紫芝 你跟我走 喝酒啊 小老板 过来 喝酒啊 我今天是杀杀错错 你走吧 别了姐姐 我一个职业操守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 放手 我现在对你就没有兴趣了 希望你别自逃委屈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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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真好这 好像还有时间再接一个 好 杀杜同伟 我问你啊 你会不会喜欢上警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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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是 是 我 Harbor面俩说你很想追 我也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